為了讓世界看到台灣 十年前台灣登山隊 完成攀登世界七頂峰 知名湖外旅遊公司 舉辦世界七大洲最高峰頂峰攀登 十週年慶 特邀當年參與的勇士團隊 七路攀登台灣小百岳投科山 重溫當年的感動時刻 拿上去感覺很爽啊 十年前為了圓夢 成坤組織了七頂峰探險隊 終於將台灣國旗 帶到世界第一高峰聖母峰峰頂 立在了世界七大洲最高峰 台灣第一晚攀的紀錄 十年後的今天 我們經典重現 把當時的場景拉到台灣 所以我們今天在投科山 有七路繪師 在12點36分登頂投科山 然後把當時的畫面再重現 攀登的結果 有很大部分是取決於你的訓練 抓不抓緊 所以平常就是要去忍受那些 枯燥的訓練 肌肉還有他們本身的這種爆發力 比我們女性強很多 所以速度上面男生會稍微比較快一點 女生的話大概就是耐力跟振興 經過十年的演講 我覺得跟全台灣的人民還有學生 學校去互動 豐富了我後半輩的人生 本身就是登山愛好者的 戶外旅遊公司董事長成坤 會鼓勵年輕人走進大自然 每年舉辦各種登山活動 小百月攀登認證 擴大頂峰攀登族群 從2006七頂峰開始攀登到2019年 那目前我們海外攀登已經來到大概40次 那總高度累計有300多座101大樓 為重現十年前的歷史記憶 活動以七路同登的方式 從七個不同路線攀登台中投科山 並邀請各界共進午餐 歡迎攀登勇士們進場 一同為十周年切蛋糕慶祝 歡迎攀登台中